华盛顿时间2月18日疫情最新消息 中国方面目前总确诊病例为72532例 不过随着控制隔离的大力实施 疑似病例的人数逐日降低 目前仅为6242人 在这7万多的确诊病例中 有1303例被承诺治愈 但是也有1872人不幸死亡 美国方面疫情目前仍在可控范围 确诊人数15人 疑似病例60人 已治愈3人 加拿大目前已确诊病例为8人 不过停在日本横滨港的钻石公主号邮轮 有14位被感染的美国公民 日前已经乘坐美国派出的包机 回到加州和德州的军事基地 而实际感染人数一定会高于14位 目前仍然等待检验结果 全中国经过长达一个月的防控 现如今确诊病例的增幅 已经快速回落 每日新增病例保持在了2000人以内 不过钟南山昨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目前在中国南方地区 新增病例已经到达了峰值 而在全国范围内 峰值可能会在2月中下旬到来 但是峰值并不等于拐点 随着劫后反光的大流动 会不会再出现一个峰值 都不好说 虽然钟南山在采访中 表示这种情况不大可能会出现 但是谁都不能保证完全不可能出现 大家的防控依旧要保持警惕 至于为什么这次疫情爆发规模如此之大 并且非常难以控制 前几日的一篇 由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科研团队发表的论文 给了我们一个可能的解释 他们通过冷冻电竞技术 解析了新型冠状病毒的S蛋白结构 发现其与人体细胞表面的ACE2蛋白的氢合力 是SARS非典病毒的10到20倍 虽然也有专家说 不能简单的解释为结合力 就代表了传染性 但是这么高的结合力 病毒总会有更高的概率被传播 进入人体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